早在21世纪初 中国就曾经展示过空射型火箭 并引发外界关注 众所周知 火箭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密切相关 最近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正在开发空射版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这让人引起了无限遐想 一般来说 导弹从地面发射上升到高度为10千米的 对流层顶部这一过程中 因为大气吸收效应 红外传感器对导弹尾业无法探测 当火箭上升到10千米以上时 空气密度急剧下降 红外传感器就能成功捕获到目标 继而将这一信息传递到远程预警雷达 进行跟踪监视 将弹道导弹放在空中发射时 在机平台的飞行高度一般也在10千米左右 因此并不能带来导弹防御系统中 缩短导弹发射预警时间的注意 但不代表这种发射方式毫无用处 真正的好处在于三个 第一是火箭不用穿越对流层 带来弹道导弹射程的提高和质量的减少 意味着使用更小的弹道导弹 就可以实现更大导弹的作战目的 第二空射弹道导弹 虽然仍然能够被国防支援卫星 和天机红外卫星所捕捉到 但这两种卫星的虚警率也很高 往往需要地面间谍情报 空中电子侦察情报的综合研判 才能提高预警准确率 第三则是发射平台的生存率大大提高 传统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都比较固定 容易被敌人的第一波核打击和空中猎杀所消灭 空中发射平台难以辨认和跟踪 发射后立即可以机动到其他位置 很难被猎杀 此外空中发射对地面基础设施的依赖不大 因此相对地面发射来说 成本仅相当于后者的五分之一左右 不过由于空射反舰弹道导弹 在在机飞行过程中 受风速高度不断变化 相比陆基固定发射阵地 其精度会有较大下降 假设陆基东风21D的打击精度为10米 空射版的打击精度能够达到100米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要真想打航母 还是需要能够对航母进行持久监视的 空中作战平台 来完成侦查和跟踪任务 目前来看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高空长航时侦查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最好是隐身的 否则面临航母侦查体系 它根本不可能飞到可以侦查的范围内 航母是一个体系作战 要破必须使用另外一套作战体系 一件单纯的武器是不行的 我国发展空射反舰弹道导弹作战能力 就必须同时发展以下几类设备和系统 以建设完备的天机反航母作战体系 高数据率 卫星通信系统 高空长航时 衍生无人侦查机 加装了辅助动力系统和弹役的 新型东风21D 战略轰炸机平台 大功力X波段 相控阵雷达 反航母战略作战司令部和情报处理中心 战略轰炸机平台